電源將空的物流箱整疊從店內拖到店外 一旁騎樓處還可以看到 有剛送達的物流箱堆成小山放在一旁 不過不久前貨物堆得更誇張 這間蝦皮實體店面還被募集 還未開店貨物堆滿轉角騎樓 民眾根本無法通行 回到現場店內女店員忙到不可開交 地點就在新北新莊 這邊有沒有加強一些什麼宣告 還是 可能就暫時禁貨 先把東西消完了 已經被警察看到了 不過它真的滿常爆掉的 可能得住下隔壁店面才行 如果雙向都有大車的話 摩托車都有可能過不了 在地民眾坦言 類似狀況經常發生 近期3月8號蝦皮推出免運費 檔期外加各項優惠 民眾下單不手軟 實體店面貨物多到爆 只能先限制禁貨消化貨量 警方也已經寄出罰單 指派嚴警道場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82條一項三款 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舉發 警方開出1200到2000次罰單 只是每每遇到購物檔期優惠 民眾瘋狂買買買 大批物流箱佔用齊樓的狀況 可能還會再發生 業者恐怕得想好配套措施 才能從根本解決 三線新聞徐教委下方民 新北裁判